我們看看這條,9的2N加1次方除27的N次方 怎樣計算呢? 我們當它是MC,所以我們可以代表N等於2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那個算式就會變成 9的5次方除27的2次方 這樣計算計算是81 然後你將N等於2,代表ABCD 就變成3的4次方 3的3次方 3的6次方 和3的5次方 發覺只有A是答案 答案就是A 當然有陀佛說,我想認真地發描 如果它是短題目,那怎麼辦呢? 9的2N加1次方 27的N次方 其實你要把它轉為Base3 即是3的2次方 2N加1次方 然後3的3N次方 留心分子2N加1次方 要豁實它 因為這個2要乘比2N和1 所以最後會得到分子 就是3的4N加2次方 除3的3N次方 即是3的N加2次方 OK? 所以答案就是A B這個 現在有一個 Idenity 這個符號 OK? 即是左右兩邊永遠相等 X就是Variable 換回世界A是多少 通常做這些題目 都是左右兩邊拆括號 好,承開它 然後比較一下 Light Terms 那你記得 在拆括號的過程 做完之後 記得要把Light Terms 集合在一起 就像這樣 16和B 都是Consent 所以16加B 你會括實它 然後你就看回 比較一下 這個X的Coevision 左邊是A加3 右邊是8 所以A就會是5 因此答案就是D for Dot 第三條就是 關於福利息的題目 75800元 就是 傳入去 就是年利率2% 一年就是2% OK? 放四年 這個關鍵 Compound Half Year 這個一定要看 這個意思是半年計一次 半年計算一次 所以你就想 半年一次 那你想回 一年就是2次 四年就是8次 OK? 這個8次 其實就是8次方 OK? 好了,這裡 年利率 一年兩次 半年就是1% OK? 一年兩% 半年就是1% 所以整個本利和 就是75800 乘回 1加 這裡 半年就是1% 這裡就是1% 然後 次方 四年就是8次方 這裡就是8 OK? 然後 然後減回 本監 75800 OK? 那你就會計到 大約是 26281 答案就是A 然後 第四條 第四條 就是關於 Round Off的題目 這樣 就算你不看 那個題目 你一看 選擇 你都知道有兩個 不對 A不對 為什麼呢? 這裡有三個 Decimal Place 但是 他說只有兩個 那就不對 另外 C也不對 這裡有四個 Decimal Place 但其實 他說正確定是三 那就不對 所以 AC也不對 接著 X就夾在 0.09368 以及0.09372之間 B就說什麼呢? B就說X就是0.093 看起來很合理 我們看看 如果是0.093 即是看下一個 6 要進位變4 其實B就不對 所以 用篩選法 只剩下Doc一定是答案 OK? 好 第五條 X比Y 就是2比3 Y比Z 就是2比5 就找回這個數目是多少 這樣 如果是平時正正經經的做法 你應該要找回 X比Y比Z是多少 那做法是怎樣呢? 先當它是短題目這樣做 OK? 都要溫習的 Y這裡就佔三份 後面這個Y就佔兩份 所以你就要找 2和3的LCM 即是6 因此 前面這個X比Y是2比3 你就要把它變成4比6 OK? 後面這個Y比2的意思是2比5 你就要把它變成6比15 可以嗎? 目的是什麼? 要令到這兩個Common的Later Y 他們的數值一樣 所以你就可以把這兩個2 Terms Ratio 貼在一起 變成4比6比15 OK? 這是最正統的做法 然後就是要 X是4K Y是6K Z是15K 留心了 X是4K 是什麼意思呢? 它佔四份 Y等於6K 代表它佔六份 Z等於15K 代表它佔十五份 OK? 一般同學的Common mistake 就是 X是4K Y是6K Z等於15K 它有可能是4 6和15K 但不一定的 OK?不一定的 X可以40 Y是60 Z是150 但是你不知道 那一份佔多少 你就要知道比例是4比6比15 OK? 所以 最正統的做法應該是 這樣 4K 6K 15K 接著 X就變成4K 代表 加2乘6K 然後就是 6K 再加2乘15K 運算都比較煩 變成4比9 這就是普通 當作短題目 這樣做 但現在是MC MC 就是你可以怎樣做 就是你用Special Case去處理 X比Y是2比3 你不就當Y是3 Y是3 X就是2 好 然後 Y除2Z 等於2除5 而Y你當作3 那你就算是3 那你就算是2 Z Z就會變成15超2 即是 7.5 所以你把所有東西都放進去 X是2 Y就是3 Y就是3 Z就是7.5 那你就會發覺 你這樣算下去之後 你都會出到 8 18 若選都是4比9 你都會做到你想要的答案 可以嗎 好了,到第六條 Y Y Vary directly as square root of x 以及 inversely as square of w 就是這樣 以下哪個是 留心 要constant Variation 和constant有關 其實就是 Variation constant 即是 黏著那些 variable的 constant 我們先寫 Y等於一個 constant k 乘開方 x 為甚麼是乘開方 x 因為它是和它成正比 同時要除w square 因為和w square成反比 你要做的任務就是 把k做 subject 慢慢做 yw square等於k開方 x k等於y乘w square 超開方 x 但你看好 那麼多個都沒有開方 x 只有x 所以這裡有個貼士 暗示了給你聽 你要兩邊都take bracket square 所以你就會得到 所以你就會得到 我把k square寫到左邊 k square就等於 y square 小心點運算 w4次方 除x 行不行 y square 乘w4次方 除x 但發覺都沒有這個選擇 那你就再用多一招 就是分子分母 調轉 這樣就能看到 右邊就是x在分子 右邊就是y square w4 好 那麼 左邊又怎樣 左邊有個隱藏的k square over 1 OK 所以你這樣分子分母 掉到之後 右邊就變成1 over k square 可能有同學會想 這個是不是constant來的 1 over k square 當然都是constant 放心 OK also a constant 因此 就看回答案 第六條 就是b OK 上一條忘記一圈 答完c 有小法夠 第七條 就是 兩粒公平的色仔 就是 隨意地摘 摘到總和要小於5 通常遇到這些摘兩粒色仔的題目 然後又要自己逐個個個案去數 有個方法介紹給大家 就是去畫一些線出來 黑色線 我就當是摘第一粒色的可能性 出來的可能性 分別就是1點 2點 3點 4點 5點 還有6點 接著按第二隻顏色筆 就是按紅色 打橫畫 就是代表第二粒色摘出來的可能性 同樣是1 2 3 4 5 6 那麼這些雙交點 紅色線和黑色線的雙交點 其實分別就代表了那些色仔的 poss support outcome 舉個例子 譬如這一點 綠色這一點 可以將它想像成什麼呢 黑色這個 是5 紅色這個 是6 即是代表 第一粒色是5 同時間 第二粒色是6 另外 如果我考慮這一點的話 寫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 黑色的6 然後 紅色的5 即是代表 第一粒色是6 第二粒色是5 OK 現在我們要考慮的就是 摘出來的總和要是5 所以我們就要考慮 最容易考慮的情況就是 兩粒都是1 點這裡 藍色這粒 第二個就是什麼 1 2 接著就是 1 3 14我們不要了 因為1加4就等於5 OK 我們要小過5 這裡 2 1 2 2 2 和3 1 所以我們數一下 總共黑色和紅色的雙交點 就有36 我們要的雙交點 就是藍色 有6 因此 經過約選 就是6分1 所以答案就是 D 第八條 現在 在52張 Playing Card裡面 隨意抽兩張出來 OK 問 抽到兩隻都是King的機會 A pair of King 一對King 那麼 一副P牌裡面 有52隻 這個普通的牌 隨意抽四隻 對不起 隨意抽兩隻 但是一副P牌有四隻King 所以有四隻裡面 隨意抽兩隻出來 這就是那個機會 當然有同學可能會想的 就是 我可不可以這樣呢 第一次 52隻裡面有四隻King 然後再成 因為第二次只剩下51隻牌 就有三隻King 黑色的是第一次 抽到King的機會 紅色的是第二次抽到King的機會 這樣算 最後都會出到1 over 221 兩個都可以 因此 這條答案就是 A 第九條 ABCDE五個人 require to quit in a row 排一行 AE不可以站在旁邊 就問有幾多個排法 總共的排法 總共的排法 就是五的Factorial 你要A和E分開期 即是說 你將總共的排法 減回A和E一起的排法 A和E一起的排法 如何計算呢 你當A和E 綜綁在一起 另外 就有B C和D 總共有4件 所以先乘4的Factorial 因為它們會排隊 另外 A和E 這個盒裡面 A和E 都會排隊 所以就乘2的Factorial 因此 A和E一定分開期的情況 就是5的Factorial 減4的Factorial 乘2的Factorial 即是72 答案就是C 好,然後到第10條 15個學生是一班 Mary是其中一個 我現在籌其抽5個學生出來 Mary一定要在裡面 probability 即是訓母 就是沒有restriction之下 沒有限制之下抽的方法 就是15個C5 分支就是你希望抽到Mary的情況 Mary一定在裡面 即是剩下14個人 14個人選4個 14C4 用計算機按3分1 答案就是C 接著 這條 化解這個分數 然後把你的答案用正指數表示 我們寫一下 A的負5次方 B的負4次方 除A的2次方 這裏有個隱藏1次方 OK 所以這裏的4次方 記住 乘給兩個 這樣就會變成 A的負20次方 B的4次方 除A的2次方 你看到這裏有一個 A的負20次方 在分子 你想將它的次方變正 就要把它放在下面 變成A的正20次方 在分母 這樣 然後 然後 下一步 就是 B的4次方 下面 A的20次方 乘A的2次方 同底相乘 次方相加 所以這個次方便是22 OK 然後我們去看看第二條 第二條就是 7-5y over 2x 等於3 第一步 先寫一條算式 7-5y over 2x 等於3 好 通常的做法 都是把整個2x 扔過去乘 所以就變成 7-5y 等於3乘2x 即7-5y 等於6x 另一方面 你要做移項 為什麼呢 你希望將y的 coefficient 變正 但這是負的 所以我們會把它搬到旁邊 變成正 因此就變成 7等於6x 加5y OK 6x加5y 好了 然後 我們就把6x扔過去 減 7-6x 等於5y 最終 兩邊一起 除5 就約了 右邊 y 就會等於 7-6x 除5 當然 你想想最後兩邊 調位寫 可以嗎 其實是可以的 沒問題 OK 你應該要調位寫 所以 就加上行 y等於7-6x over 5 可以嗎 另外 有同學 可能會比較懶 開頭 就是 7-5y 等於6x 大家都一樣 這行 接著 他把7扔過去減 留下 負5y 記住 有同學的 記住 7扔過去減 之後 負不見了 記住 這樣叫1 負5y 負是後面的數值 這樣叫1 你現在 只是把7 扔過去減 可以嗎 所以這邊是負5y 接著 兩邊除負5 有些同學 那就變成 y等於6x-7 除負5 做到這一步 不可以停手 還沒做完 因為這裡有個負 那你要怎樣做呢 你要是將它 縮上去分子 然後豁住分子 最後變成 7-6x over 5 以最小負數為原則 這樣才叫化繭完畢 OK 第三條 A part要你factorize m square 加3mn 減28n square 這裡其實之前 m square有個隱藏1 所以如果有些同學 他用這個方法 用任何計算機 就會入 A是1 因為它過了這個方法 比如說 b 就是3 接著 c 就是-28 這樣 就會出到兩個答案 一個就是負7 另一個就是正4 那你出到這兩個答案 沒什麼問題 最重要是你會寫那個factor 出來 因為它不是叫做soft equation 它叫做factorize OK 所以代表就是m 正負值要相反 7加7 這裡就是m-4 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 就是記得補回第二個 Variable n 很多同學都遺留這個 行不行 好 到part B 就是3m加21n-m square-3mn-28n square 這個怎麼做呢 其實你會看到的挺明顯的 前面這裡 你可以把它抽出Combanted Factor 3 OK 然後後面紅色這三塊 A part 非常相似 不過只差一個負 所以你會抽一個負 出來 變成m square-3mn-28n square 好 接著就繼續看回這堆東西 跟上面的A part一樣 所以你就可以馬上前面動 後面照測A的答案 A part最好就是你做得對 但如果你做得對的話 理論上都應該有個方法分的 不過 連連不同的marking scheme OK 連連marking scheme 都有機會不同的 行不行 去到這裡 你就會看到 有一個新的common factor 大common factor m加7n 就將它寫一次 放在前面 OK 然後就開個中括號 剩下的東西 就寫在後面 接著化解中括號裡面的東西 小心這個負 負 是要乘負 所以最後就是 負 M 加 4n OK 這樣就要做完這條 好 第四條 化解這個lgb fractions 一做到 關於化解lgb fractions 有一個動作 一定要先做的 就是 你要自己 加了兩個括號 在那個 denominator 先 因為 為什麼呢 2 or more terms 有兩個terms 以上 你就要加括號 有同學都不太明白 為什麼 我試在這裡舉個例子 比如 我要做2 over 3加5 這樣才算 那 你是不會做 除數線 你是會做3加5線 是不是 2 over 3加5 而這個 分數線 其實就代表除 所以就代表 它在做什麼呢 就是代表它在做2 然後 除 你要做3加5 就是有一個隱藏的括號 3加5 可以嗎 因此 這個括號就是這樣 你在處理分數運算的時候 就算你分子分母多過一個terms 你一定會先化解分子分母 對不對 不會堅持做除數 這裡 也是說清楚 為什麼我把它寫成橫式的時候 多了一個配合 OK 好了 現在加了一個配合 給它之後 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是一個任務 方便通分母 直接把這兩個分母 成為 好了 分子就是怎樣 本身只有6 現在分母多了3a-2 那你就要多了3a-2 後面也是正四 現在多了一個factor a加3 所以分子也要成為a加3 然後分母不要動 P 分子 拆これ好花渑 變成18a-12 加4a加12 bor-12加12 剛好沒有了 所以 最後 是22a在分子 分母 a加3 4a�'t 2 這就算做完了 好,接著第五條,以知這條equation,有兩個equal root 見到有兩個,還有二次方,即是這條quadratic equation 即是x是variable,k就是constant,因為k只有一次方 好,那就找回value of k 見到有些keywords,一見到有兩個equal root 也不用問太多了,都是discriminant等於0 當然,你要知道discriminant的樣子,你要做的一個很重要的動作就是 make it as standard form 甚麼是standard form?就是ax²加bx加c等於0 右邊是0 所以你會做的就是把這個負x搬到旁邊,變成x x²加kx加9 然後呢,加x就等於0 接著見到有light terms,對不對? 這裡,這裡 所以,小心點加,x² kx加1的x,即是bracket k加1的x,OK? 所以,這裡就讓你看到,b就是k加1 後面的constant,c就自然是9 那,a在哪裏呢?x²,即是有隱藏的1在前面 就是一個x²,可以嗎? 這就是典型ax²加bx加c等於0 而你就知道discriminant等於0 所以,要用回那個公式 b²-4ac等於0 b就是k加1 a就是1 c就是9 然後,就拆佈好化解 k加1 當然,你可以直接用公式化解 變成k²加2 k加1 由立法選擇這條新的quadratic equation 變成standard form 然後你才選擇它 k就會是5,或者k就會是-7 這條數就做完了 接下來第六條,關於數字的題目 Among the letters of the word,這部分 這裡首先有七個letter 我要選四個出來 然後排列 怎樣排?排一行 find the number of possible 看清楚題目,很多同學都不小心看錯了 possible arrangement 即是有多少個排列方法 是個數字 為何要特別的強烈這個是數字呢? 因為有時候它會問probability probability是個份數 0.幾等的數字 所以你要看清楚它在問 arrangement還是probability part a a這個字不能選 不簡單 也不是很難 只剩下六個給你選 6p4 360 這個就不難 B part比較煩 L和E一定要在這裡 你要怎樣保證L和E一定要在這裡 首先在草高度想想一下 你要L 一定要在這裡的話 當它放一個出來 接著到E 又一定要選出來 這樣 剛才只剩下五個 選 兩個出來 可以嗎? 所以這裡 有堂不會誤會 以為是 那是不是5p2呢? 不是 5p2代表什麼呢? 5個選兩個出來 那兩個再排隊 但你現在要是5個 特別選兩個出來 填在洞裡 所以這裡 其實是5c2 有堂就更加混淆了 5c2的 明明排隊 為何要c 沒錯 你要先選出來 然後再排隊 然後再排隊 就是這裡 四塊 有堂當然會寫4p4 OK? 解釋一次 紅色這個 就是在說 2 letters as letters from 5 of them 先選擇那兩個出來 由5個剩下的 letter 選兩個出來 這個4p4是什麼? arrange those four letters in a row 將這四個 letter 在一行排隊的方法 可以嗎? 所以整理出來 這個答案 就會是240 OK? 好 接著這條 一個 cover the bag 一個袋 就有十支不同的紅色筆 以及十二支不同的藍色筆 現在就要選六支出來 就問有幾多種簡法 令到紅色筆和藍色筆 是要不同的 你可以去想像一下 你把所有的情況列出來 就是什麼呢? 最極端的就是 六支的藍色筆 沒有紅色筆 我先寫紅色筆 因為紅色筆是題目先放的 沒有紅色筆 六支藍色筆 這樣也算是 兩種顏色筆的數目筆是一樣的 OK? 這樣也算是 然後呢 第二個存分是 1紅 5藍 2紅 4藍 3紅 3藍 接著就是 4紅 2藍 5紅 1藍 6紅 沒有藍色 你要的個案 就是 黃色筆和藍色筆和藍色筆 拿著這六個 你會覺得 把這六個寫出來 就比較辛苦 所以我們有另一個想法 就是把 整個案 減回哪個呢? 紅色這個 可以嗎? 3R 3B 即是 紅色筆有三支 藍色筆有三支 所以 那個 Number 就是 Total 加上 22G 這個沒有什麼爭議 22C6 OK? 減 相同數目的 藍色筆和紅色筆的抽法 即是 即是 我要是 10支裏面 抽3支 以及 12支裏面 又抽3支 可以嗎? 這裏可能遮住了 22C6 減 12C6 減 10C3 乘 12C6 減 12C6 減 10C3 乘 12C3 乘 乘 12C3 會抽 7 後面 3支 藍色 後面 這就是 什麼? 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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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數 減 就是 Different red 和 黄色 因此答案就是4,8,2,1,3 讀基礎答案 第八条,现在8,男,4,女 在群组里抽4个删出来 形成debate 今次的问法有点不同 probability 分数来的,OK? 是分数来的,行不行? A,三男一女要选到 B就说起码三个男生要选到 我们试试这样想 最极端的情况就是 全部男生 4B,0girl,因为他选四个 要是三男一女 要是两男两女 要是一男三女 要是没有男生,四个女生 今次part A要问的就是 这个,三男一女 所以,那个写法就是这样 probability 就会是 首先,总共无限制之下 12个选四个 12个人 选四个人 然后,我要在八个男生里面 选三个 再8C3 然后在四个女生里面选一个 行不行? 4C1 这里会特别看到 这里3加1 会选择的总人数是4 行不行? OK 另外,前面这里也是 你8个男生 4个女生 加上,总共有12个人 这里可以帮你做个小小的checking 还有,中间 是要 用 成号 为什么是成号呢? 因为 你要是 这样想 这个是 N 来的 行不行? 三男 同时间一个女 行不行? 按机 出击答案 225 除495 到part B 他要起码三个男生 什么意思呢? 这个刚才 你计算了 我计算上面这个 所以 你就是把 part A 这个答案 三男一女的情况 加上 4个男 没有女的情况 8C4 乘回 6个女的 4C0 OK 前面这个 就是 三男一女的情况 后面这个就是 4 男 没有女的情况 行不行? 同样道理 这个位置 是用成号 因为要 N 要同时间发生 行不行? 所以 出来的答案 就是用计算机 按98除165 第九条 一份计算有两个题目 Lio答案第一条 就是2 over 3 答案第二条 就是3 over 7 part A就问 Lio答案 exactly 一条 只 答案一条 OK 的机会率 part B就说 Lio答案起码一条 的机会率 我们可以在草谷那里 试试 去想一想 我要答对 我要答第一条 如果 我要答对 就2 over 3 我要答错的 机会率是3分1 C就代表correct W代表wrong 好了 到第二个情况 就是第2条 答对第2条 就是3 over 7 答错第2条 就是4 over 7 OK 这也是 你可以把它变成 Tree diagram 去考虑 所以到尾 就会变成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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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W C W W 即是说什么呢 C C 即是说 第一条对 第二条对 C W 即是第一条对 第二条错 W C 即是第一条错 第二条对 W W 即是说 第一条错 第二条都错 我们再看题目 他希望exactly 一条对 所以我们想要的路径 所以我们想要的路径 是哪条路径呢 就是 这个 C W 第一条对 第二条错 或者要第二条路径 或者要第二条路径 第一条错 第二条对 行不行 那你就拿着这些的机会率 然后呢 就乘下来 行不行 Part A Probability 就是 2 over 3 乘 4 over 7 这是其中一个情况 就是什么 就是 第一条对 第二条错 好了 下面这两个机会率又怎样呢 你要加了 即是什么 或者 第一条错 第二条对 这样 行不行 要不就是 C W 或者 W C 行不行 所以算出来的答案 就是 11 over 21 好了 到Part B Part B要起码一条对 反过来想 如果要起码一条对的话 就是有 三个情况 这三个 要不就是两条对 或者是一条对 那你把这三个机会率加起来 是OK的 行不行 所以你就可以 就是把 刚才 我们A Part B已经把这两个 蓝色的机会率加起来 是不是 你就可以 其实乘机 就算在这个 红色的机率 加起来 OK的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写 Prop B 就等于 蓝色这个 11 over 21 这个是什么 有一条 correct 加 即是或者 在这里来说 就是或者 两条都要对 就是 2 over 3 3 4 3 over 7 行不行 那你一样都会计到 那个答案就是 17 over 21 这样的 但是有同学可能会想的 我可不可以用另一个想法 就是我将 Total probability 1 减回两条都错 其实是没问题的 所以你就是想 用1就减回 绿色这条路径 用1去减回 绿色这条路径 所以 有同学都会这样做的 就是将 Total probability 1 减回 两条都错 那你一样会计到 正确的答案就是 17 over 21 行不行 两个方法都行 好了,到第十条了 那就有一个 Circle 它给了equation 2x²加2y² -12x-16y加2 等于0 A 写回 G这个centre的左标 B 写回G的radius C 写回G 一看到 这条2x²加2y² -12x-16y加32等于0 第一件事 全式除二 因为你要保证 x²和y²的coefficient是1 行不行 你要 make them as 1 所以就会变成 1个x²加1个y² 无论在任何公司之前 你一定要做的 右边 0除2也是0 OK,这样你会得到 所谓的DEF D就是-6 E就是-8 另外 F就是16 对 所以 那些 现在的 中央 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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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 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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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同學不記得開方 開方之後放些什麼下去呢? 就是把中央的兩個座標 Square 放進去 應該是三的Square 再加四的Square 再減什麼呢? 減回F F是16 再開方 半徑是3 特別留意 Center 的 X座標 跟Radius是一樣 X Coordinate of Center 如果你發現Radius 等於X Coordinate of Center 即是代表 Touch Y Axis 可以嗎? 所以你畫出來的Graph 就會是這樣的 3 4 Radius是3 這個圓形 就是這樣 OK 行嗎? 然後寫回整個環境的名字 2x² 加2y² 1-12x-12x-16y 加32 等於0 這樣就叫做最遠 OK 好 到 這條了 W 就是 有兩部分的總和 一看到這些 很大機會是variation OK 一部分 就是vary as t 即是說 和t乘正比 and the other part 就是 和這個 t² 乘正比 Bt² 然後就給予了 W和T的相關數值 A part Express W 即是說 W等於 T 當然 有同學就只答了 W等於 AT加 BT² 就收工 這是不行的 因為AB要計算出來 他已經把資料給你了 所以你代入數字 33 就等於 A乘1 加 B乘1 的 56 就等於 A乘2 加 B乘2 的 Square 行嗎? 這裡再順帶一提 這裡這兩個的 Variation constant 是不一樣的 AT 另一個是BT² 有些書會格你 K1T 和K2T² 你要小心點 寫K1和K2 Subscribe要寫得好一點 OK 否則就會影響你的運算 下一步 就變成 A加B 就是33 第二條式 全式除以 就變成A加2B 等於28 所以兩式雙減 就會出到 B就是負5 然後計算 A就是38 計算完之後 記住 看題目 Express W T 所以寫回 W就等於 負5T² 加38T T OK D part Find the value of T 當W是65 那就簡單了 當W是65 把負5T 丟過去 OK 變成 正5T 寫5T 然後 -38T 加65 等於0 Quadratic equation 出動 變成5T -13 乘T-5 等於0 T等於13 OV 或者T 等於5 當然 寫你就順序地寫 但是你在考試的時候 其實都明白了 大家就是讀計數機 A是5 B就是負38 C就是負65 是吧 正65 用過了這個方法 按到T 一個就是 2.6 一個就是5 可以嗎 然後你就寫回我的算式出來 這個意思 好了 如果你的份母是5的話 那你負的區分項就變成5 因為你要寫個Factor 如果這裡也是 如果這裡的份子 你按到這裡是13的話 正13的話 那你寫Factor的時候 這裡就要變成-13 其實整個原理就是什麼呢 T 5T 等於13 然後5T -13 等於0 就是你想撿個0出來的意思 OK C這裡就新一點了 就說 用回A的結果 不只這個 OK Write down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graph W against T 無端端有個Graph 看清楚 它那個的 Path C 其實在做什麼呢 試一下自己畫些Graph 才會在草稿 W against T W先走 D呢 你看看這些 其實是個Points來的 有什麼意思呢 先看回 打橫的座標 就是1 打直的座標 就是33 其實 這裡告訴你 有個Point叫1 33 另外第二個Point 就是256 其實它是給你這些資訊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寫 1 33 大約 256 這樣 接著你就知道有個65的 就是 我先試一下 因為你知道 當這個W是65的時候 有兩點 一個就是 2.6 這個就是5 大約 那你有4點在這裡 其實你大約可以找到一個Graph OK 大約的 按上下 OK 好了 所以你看到了 哭口的 Open Downward 如果你說我不滑就不行 其實不滑都可以知道它是Open Downward的 看哪個位置呢 就是看 T²的CoEfficient 因為 CoEfficient of T² 是-5 是負數 所以它就 開啟了 所以它就開啟了 到這個 Part 2 那Ax of Symmetry 如何找出來呢 這裡 這裡 上去就是 13 13 over 5 另一個位置的位置是5 所以它的Excel Symmetry 就是拿回這一節的Mid Point 即是說 T就是13 over 5 加5 over 2 你說用2.6可不可以呢 其實也無所謂 因為它是有限的小數 T就是19 over 5 它不是一個Root那麼簡單 只是以Equation OK